当代音乐节是细分出来了 演奏家和作曲家这两个公众 我经常能在网上看到 我们熟知的某些钢琴家 他们怎么不会创作呀 如果演奏家 如果不从事创作 那他们存在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那他们还算音乐家吗 还是完整的音乐家吗 最近伯格莱里奇出了新专辑 又是弹了一套小邦的音乐 所以我们今天也借这一张新专辑 来一同探寻一下以上这个问题 我们今天要来听的呢 也是伯格莱里奇新专辑里面 录的一首夜曲 实际上这个夜曲是被肖邦带火的 这个爆款 那作为最出圈的古典音乐家之一呢 出圈有好处它也有不好 好处呢就是名气大 不好的地方呢就是 人们的了解呢总是容易很片面和浅显 容易把肖邦处理的浅薄 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来看看 不同的演奏家理解肖邦理解的如何 我们首先来听一下是哪一首 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一位钢琴家 很多人应该都很熟悉了 就是王宇佳 我们以前的节目中也提到过 也推荐过他 也安利过他 就是弹琴就是非常非常的爽 因为他在技术层面上 可以做到非常非常的极致 这是让人非常敬佩和喜欢的地方 但是我也越发发现 他确实在处理俄罗斯 作曲家的那些拉赫呀 这些非常非常给力 但是遇到这种非常非常细腻的表达的时候呢 他就显得有点糙 我仿佛觉得这个开头 王宇佳是按照拉二在处理 拉二是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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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只不过是掉了个顺序 从底下往上弹了 他这整个的感觉 是不是都在像处理拉二一样 所以这就是一个惯性的经验处理 但是在这个地方 他就不太合适了 所以我们听起来呢 就会觉得说 他并不知道要往哪儿走 王宇佳呢 是很多人表达的状态 你整体感觉就会觉得很散 没有具体的一个主线或者是结构 就像这个地方的这首夜曲 开头其实很难 因为它过于简单 我会形容成是搬砖 就是从这儿搬到那儿 从这儿再搬到那儿 那我们再对比了 来听一下啊 也是我们之前安利过的 阿格里奇的 我们来听一下这个开头 毫无疑问啊 阿格里奇本身就是肖赛的冠军啊 也是非常擅长处理肖邦的 那他的这首夜曲 实际上我也觉得是这个夜曲 表达成这个样子的一个顶配了 阿格里奇在这个地方 我们能够感觉出来 完全知道他有一个明确的表达和意图 你能听到很明确的主线 层次以及结构性 他带着你 你立马就沉浸在了他这个音乐中 他的节奏是有变化的 我们之前也提到过 叫做吴巴图 不管你翻译成弹性节奏 还是节奏自由 他的概念就代表说 你这个地方的节奏是自由的感觉 而不是那种固定很死板的 所以他的音乐是可以流淌起来的 我们从这个处理中 你能听到的是什么 你就能想到是非常平静的一夜 是吧 微风徐徐 所以他是有自己的一个节奏感 或者是韵律的 最后我们来听一下播歌的开头 哎呀真的是没有白等待啊 这张专辑出来的时候 就是说一定要听一下 一定会带给人一种新的体验 确实让人很耳目一新 跟以往听到的其他的表达 这首曲子的版本都很不一样 首先这个节奏就比一般人要慢 但是他慢中又有自己重新建构出来的 专属于他的一种律动 我们知道啊 伯格莱里奇的人生传奇 是吧 我们之前也讲到过 从少年天才 意气风发到爱人离世后的一举不振 那这个呢 就似乎构成了伯格莱里奇的人生底色 那这首曲子同样呢 是掩饰不住的悲从中来 仿佛其他人的夜曲呢 是一个人偶尔失眠时的 这个深夜时候的烦扰不堪 但是伯格莱里奇的夜曲呢 他就像一个长期失眠的患者一样 对夜晚的这种接纳和拥抱 但是呢 越是这样啊 越是这种安之落素啊 他越让人心疼 就我每次听到他谈这些东西 谈肖邦也好 或者伯安伯斯也好 这种情感非常细腻的东西的时候 我知道我又能有一种新的体验 我一方面很期待 但是我一方面真的又很心疼 他内心的这种痛苦和挣扎 就很矛盾的一种情绪 但是这是很难得的一种体验 这是对我们听到的伯格莱里奇 紧接着啊 除了这个开头 开头之后呢 就会有一个过渡 我们可以理解成什么呢 就像流行歌曲中 主歌副歌中间呢 会有一个桥段 那咱们听流行歌曲都知道 是吧 大家都基本上只听副歌 更别说这个过渡段落了 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古典乐中 它跟流行歌曲一样 它都是音乐 它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段落 王与佳谈的这个过渡的片段 就像大家平时听流行歌曲的时候的感觉一样 就是非常匆忙地想要过去 这个段落就赶紧过去了 让我唱后作的副歌 那我们再来听一下阿格里奇 阿格里奇的这个过渡的片段 你一听你一对比你就知道了 为什么肖邦这个地方要放上这么一段过渡 它不单纯是一个铺垫的作用 它就是带着你的这种情绪 在高潮来之前 你真的能够感受到那种平静 这也是所谓处理这一个过渡片段 最好的样子 那么最后还可以来听一下 《博览来里奇》 听到这个过渡的时候 除了我们刚才说阿格里奇里头 有的那种平静和安静之外 它还多了一种东西 有一种圣洁的宗教感 它充一整首曲子的痛苦和挣扎 好复旧 一下不见了忽然变得无比的土定 就是那种平和又充满力量 就不禁让人想 难道波哥也信佛了吗 就是某一种充胞性质的东西 救赎了他 就会给人这样的一种感受 就很奇妙 那这个过渡片段过去之后 当然迎来了高潮 王以嘉好不容易等到了这个高潮来了 哎呀怎么说呢 这好不容易迎来了高潮 这高潮咋还不够高潮呢 就是你听起来是比较混沌不堪的 左手一直是登登登登登登登 其实就是表达人内心的那种纠结和挣扎 然后右手是负责这个主旋律 这个时候需要一个很好的屏幕 我觉得一方面呢 我不认为王以嘉没有这个计划 但是我觉得这个地方 最重要的是你在音乐表达的时候 知道你要表达什么 你才能够表达出来什么 不然的话就会不清不楚 那我们来听一下阿格里奇 表达的这个高潮 就是这个高潮在这种激烈和充满冲突的表达中 他依然能够清晰的表达出来这个主线 这就是所谓的技术和音乐的表达 他们这种意识都在线的一个完美的技术 直白一点说呢 能够做到手到位心到位 他的这种高潮段落给你的感觉 是非常的肆意和洒脱 跟着他这个情绪 在不断地上下翻腾住这种感觉 那最后呢 我们再来听一下波哥 他的高潮是什么样子 波哥 这个地方的节奏同样给打散了 能够看到它其实蛮突出左手的部分 其实这个时候 我觉得波罗莱里奇 它在表达的并非是旋律和伴奏这个关系 它其实就是个人的 就是内心无法去消解的那种东西 强烈地要表达出来 同时你有一种不断在下坠这样的一种感受 从那种圣洁中 又回归到了这种无尽的痛苦之中 私下来听这个东西 你都忍不住流泪 听我这个带着大家过一遍之后 大家自己带着这种感受 再去聆听一下这种不同的版本之间的差别 我觉得就更能够体会 尤其在听到波罗莱里奇他的演奏的时候 给你的那种痛彻心扉的感受 波罗莱里奇的人生经历 我是尤其的文语想去提 但他外画出的表达 能够让你即便不用亲身经历 也能够感动深受 也正是这样珍贵的人生体验 和生命的解题思路 才会让我们更加理解 生命丰富性和存在的意义 如果上帝分给了你像他一样的原生剧本 你会感受到什么 回到开始的那个问题 就是演奏家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我的观点想必大家应该都知道了 每次我能够听到像波罗莱里奇 这样的演奏家的时候 你就会很感谢 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珍贵的人的存在 和这种很独特的表达存在 希望波罗莱里奇能够激励我们每一个人 都去正视和珍惜独属于你的人生剧本 在准备中的情形上 我都去追求 去看